好 又到了科學新知的時間 今天我們又有陳志豪博士在這裡 首先要看看上次那個科學回憶樓的反應相當之好 我看是的 我覺得大家有支持 我們去做些事情 我們會繼續去預備一些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去講 有時候有些新知大家可能覺得太過抽象 太過深 我們又講一些其他跟科學相關的東西 我們都一向想存一些在這裡講的 但是我覺得最寶貴的就是 因為黃坤這位這麼出色的文學家 如果不是經理講的 我都完全不知道有一個這樣的態度 是的 但是接下來我們曾經講過一些出名的科學家 其他的趣民日事我都可以講 我自己很喜歡講前學新聞故事的 好 前學新聞 但是在未來集數我們會講的 好 那大家持續去聽這個科學新知 特別是科學紀錄 我們科學新知其實都有一個的 我個人做節目的一個取向 就是我們都跟貼時時走的 當然科學新知裡面 一定是科學的新聞 但是問題就是科學新聞怎麼和社會的話題和社會的新聞掛勾呢 我原來發覺其實很多我們日常生活的問題都跟科學有關的 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呢 在前兩天其實就有一位的保安就在某個組織的門口那裡 被個鐵閘壓壓 壓死了 不是壓死 壓死了 跟著之前呢 也都有大家都人所共知的紅館那個事件 紅館那個事件呢 就現在有一個初步的講法 我認為只是有講法 我不可以講法 甚至是官方的講法了 就是說 當中牽涉的就是那個金屬疲勞 金屬疲勞這個名字我們聽了很久了 但是其實是什麼呢? 這樣說吧 聽起來 我覺得那個金屬疲勞這個字眼 本身其實我覺得很全神的 因為它真的是跟我們人的主觀感覺有關 但是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Term 其實以我自己的記憶 在初中的時候 學校有教的 初中的科學堂 什麼叫做金屬疲勞 這些這樣的東西 我就很想在這節 講一下 在金屬疲勞裡面 真是代表金屬發生了什麼事 那只是解冒用的 但是譬如說我們實際上 因為太多一些重要的部件 在一些可能是裝置的結構 甚至乎你只是說那個火車的路軌 很多時候就是大廈的鋼筋 去吊臂 去附寵這些東西 我們很不希望有金屬疲勞發生的 有些的凶爛就直接是跟螺絲金屬疲勞就有關 那些接口位斷了 是不是? 所以這件事本身我們希望不只是了解 是希望避免的一件事 所以這裡就可以藉著這個機會去簡單介紹一下 譬如我們怎樣去預防金屬疲勞 甚至乎有沒有一些比較新的技術是怎樣去做 一般正常的程序 還有怎樣可以做到安全系數是高的 就是讓大家純粹知道多一些 其實我們在科學上面是有些事情可以繼續做 來令到金屬疲勞這件事 及早去發現 還有預防它有意外事件去發生的 只要那個程序做到足 那我們是願意相信那個意外可以盡量減到最低 首先講一下 金屬疲勞 OK? 大家最容易感受到 我嘗試避免了一些很物理學的定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手痕 以前 譬如我自己一支 可能拿著一個萬字的 OK? 或者可能隨便一條銅線 一條鐵線 你在一個接口位那裡 你特意去屈它很多次 那你屈一下 你發覺那個位越來越幼 越來越幼 最後你就可以撕斷了它 有些薄一點的銅片 鐵片你都做得到 即是你 我手頭上有一個金屬疲勞的例子 是 鎖匙來的 是的 鎖匙來的 是的 是的 你會發覺就是有些 比如活動的部份 或者可能不是活動的部份 它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就特別弱了 OK? 於是它好像一塊餅乾的裂痕 那就是那一塊裂開了 是不是? 那這件事 如果是一些不是硬的 就是一些一向很容易爛的東西 我們很容易理解一下 就是一塊玻璃怎麼碎 一個餅怎麼碎 是不是? 但是在一些金屬那裡 suppose 是我們認為是很實正的東西 為什麼都會有一種斷裂的情況呢? 尤其是在你重複去運動得多 屈得多 摺得多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叫金屬疲勞的情況 其實說的簡單一點 就是那個位置的裂痕越來越多 其實那個所謂的金屬疲勞 就是在金屬上面的某一個位置 它不知道因為什麼緣故 它可以是因為受到周圍環境的腐蝕 可能有些酸腐蝕 有些鹹水去打它 它那個腐蝕比別人的多 於是那位置出現爛 斷裂的機會就多 甚至那個位置還要是活動的 會屈的 你需要有時候去扯 扭它 令到那個裂痕裡面的弱的位置弱者越弱了 那個位置就斷開了 爛了 其實簡單說真的 就是那個裂痕累積得越來越多 那就是那個金屬疲勞的現象出現 如果大家走去網上Google 金屬疲勞 或者mattle fatigue 英文是直譯的 你找那些圖片 你直接看到如果是一條鋼纜 怎麼金屬疲勞斷開了 有一個橫切面給你看到的 它告訴你 哪個位置就是開頭爛的那個位置 哪個位置就是不停地累積疲勞中間的那個位置 應該說累積更加多斷裂的那個位置 到最後哪一下就是最後熬不住 一下子拍開斷的那個位置 是可以看到出來的 那為什麼要提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在洪管的事件 為什麼現在善後去評估的人員知道 會是金屬疲勞出現呢 就是因為現在台長在那個畫面上 已經搜尋到那些圖出來 就是在那條這樣的鋼纜那裡 那個切面去看到 就是有一種因為金屬疲勞 慢慢累積斷裂出來的那種紋 那種紋你會發覺有一點點像樹那些年輪 一條條狠慢慢蔓延出去 一開始往往就是一個位置開始斷開 我想一個很好的比喻就是 不要用金屬來做比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拆一下子黏土 拆一下泥膠 或者是超級那些玩具店 買一些奇諾膠的那些東西 你將它拉成一條 拉麵這樣拉去 OK 你將它拉到差不多了 你會發覺有些位置開始越來越幼 越來越斷開 然後最後斷開了 那我就會說其實這個完完全全 就等於金屬疲勞在發生的那個圖像 不過你用一個泥膠去看到它 很快的展示 由一個位置斷開了 越來越幼 越來越幼 最後又斷開了 然後你看那個切面去爛的 其實你就會看到 和現在金屬疲勞斷裂的切面 那個圖像就是同一種 所以你說如果要很簡單 回答那個金屬疲勞就是說 那個在那個整個金屬結構裡面 原本它是每一顆金屬原子 很緊密地去拉扯著大家的 累積越來越多斷裂 越來越多裂紋 最後就難不住斷了 據我所知 譬如滴鐵站有些路軌 它日常的那個stress 就是那個無寸豪製 所以它好像每一晚 就是那個收工之後 他們都找個機器去檢查的 就是看有沒有這個選擇 我又不知道聽眾 有沒有人真的做這份工 真的有 我覺得不奇怪 那部東西是超聲波的 是的 其實我們可以順帶一會兒 講一講這些檢測的技術 但是首先我們要知道 其實如果很簡單地理解金屬疲勞 往往就是裡面越來越多累積這些裂痕 但是如果你對到這些裂痕 你的眼睛已經看到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大件事了 就是我會說 很多時候這些金屬疲勞 或者突然間斷裂這些難的地方 就是你用眼睛看 你還不知道的 然後原來裡面已經五六七雙 都突然間一斷的時候 一聲 你是沒有得補計的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難度最高的地方 如果你說拉一個拉面 拉一條泥膠它斷不斷 你自己很快你自己都試到 甚至看到它整個慢慢變形 越來越幼 但是在金屬這些情況 是很慢很慢的情況 但是它又突然間累積到足夠的裂痕 突然間斷的過程 可以是很快的 所以那個難的技術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找一些儀器 是超出了我們眼睛目測的範圍 就及早發現這些裂痕的存在 這個就是那個測試金屬疲勞技術所在 但是據我所知 譬如以前我們聽一些讀工程人士說 他們其實有一計的 就是那個拉力 是 有一計的 什麼鋼水 拉多少 其實在工材學院裡面 這些很普通的東西 其實是的 任何一個鋼鐵廠 弄鋼筋的好 弄鋼籃的好 它一定是出廠前有個QC 它就弄了一批出來的時候 它根據同一個生產工序 就會弄定多一條就拿來做檢測 是吧 拿去做QC 然後就在它那裡拉 看看拉到什麼時候斷 那些或者它未必要拉斷 但是它看到拉了多少時候 它會延展變形係數 是否合乎我們的預期 我們就 還有拉到什麼時候才斷 它最高承受到的拉力是多少 它還沒斷之前 它可以引受到會出現多少的變形 我們全部就有了記錄 它一定要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 就是物理學裡面 我們就算是高中物理會讀的 那些叫Strength和Stress Yard Modeless這些系數 Shear Modeless等等 那些純粹是一個物理或者工程的系數裡面 這些東西我們都要讀完 我們去探討一個建築物的鋼筋夠不夠強 是有一套這樣的標準 那個水泥夠不夠強 又是有一套標準 那個鋼筋加水泥 最後承受到夠不夠強 我們又有一個標準在那裡 實際上那些指標的 我自己真的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不做 包括土木工程的人 就可能一定會有一些東西矯正 它不是那麼簡單的 那這個我絕對覺得會是這樣的一回事 但最基本的就是你層面來說 就是這些東西呢 你如果做測試 最好有一個 sample 去試一下它什麼時候斷 但是當然了 到了實際的批貨出來了 已經出現在那個結構裡面要用的時候 或者我們準備去拿去用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不想去損壞的 很多時候在廠房做一個QC測試的時候 我們用的那些這樣的測試是一些叫destructive的測試 最後測試完之後那個東西會爛了的 我們起碼知道什麼時候會爛 然後我們知道同一批批次出來的貨 應該就是差不多的東西 就可以出貨還是不出貨 但是那些已經出貨拿來用的東西 我們就希望去 我們其實更加需要找一些叫non-destructive 就不是破壞性的測試 剛才台長你所說地鐵路軌 我弄好那條路軌 或者這條路軌在用著 我不知道決定要不要拆它出來換另一條的時候 我們就基本上就是在做一些non-destructive的測試 測試的目的就是說 看看有沒有我們眼看不到的裂痕 已經出現了在這個金屬的結構裡面 但是最難搞的 比如剛才我們提到那個飛機的問題 飛機裡面有一顆螺絲 有顆螺絲箱進去嘛 那你怎麼檢查到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螺絲我看到都頗需要靠目測的 當然實際飛機工程做檢測的人 甚至乎可以在我們的節目出街 在一些comment上 歡迎幫忙去補充 但是在那些這樣的結構裡面 都需要都有一定的儀器去做 就是你看它有沒有那個 我不清楚如果去那顆螺絲 那會不會有一部機磚 是可以拆到這些位置的金屬皮爐的情況 但是比如說一般那些測試金屬皮爐的那些儀器呢 它的基本的原理就是去測一下裡面的裂痕 那個最簡單的那個道理就是呢 你可以想像如果是一條玻璃纖維或者一條光纖 裡面有一些不純正的地方 有些氣泡 有些裂痕 客觀的效果就是使光的傳送信號 會有多餘的折射反射 甚至流失 有損耗 那就會有些突然無端端 就會有些你不想要的反射訊號 都會無端端端在中間出現了 那這樣東西如果放在測試金屬皮爐那裡 其實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有一個震動的訊號或者聲波的訊號 在一條路軌裡面那裡去傳遞去 就是其實就是地鐵晚上測試那部超聲波機 就和路軌做過超聲波 你就不停地噴 去打一些高頻的聲音信號下去 這些聲音在那個腦鬼裡傳得很快 因為固體裡面傳聲比氣體快很多倍 於是我們就知道它正常的聲速是多少 那條腦鬼照計應該就是 因為腦鬼一段段 它的信號照計就會去到那個腦鬼的末端就有一個反射 接著可能也傳到在下一段的路軌裡的反射 如果每一段路軌都是這樣 每一節的路軌都是這麼長的話 那個反射 你會想到很穩定地隔一個很均等的間距 就會看到那個反射信號 但是如果在這些很均等的間距出現的反射信號 中間出現了多餘的信號 現在的信號夠強的話 我們就懷疑中間出現了一些多餘的裂痕 令到引致多餘的反射 這個就是那種其中一本基本的原理 用超聲波去測試一條路軌有沒有金屬去疲倦 這樣 但是每一個方法有它的限制 譬如說是這樣的路軌 路軌這件事 每一件都是這樣的形狀 一條條的了 這些設計裡面 你很容易就用一個超聲波的方法 來量度到 然後你看到多餘的信號是不行的的 那個超超的標 那個信號太強 可能代表著裡面的金屬疲倦很強 不行 這段路軌要換掉了 或者就是要這樣想 就是具體的標準是怎樣 我就沒有份操作 我不知道了 但是基本的原理就可以這樣理解了 但是你說測試金屬疲倦的原理 其實遠遠不限止 只是這個超聲波 其實呢 現代如果你找回很多的公司 那些真的做質檢的公司 幫人去測試金屬疲倦 這些公司呢 他們是有了那套的工具 好幾套不同的工具 來去測試不同情況的金屬疲倦 我們要因應 你要被測試那件東西的形狀 和我處身的位置和材料 我們去選取一個最好的方法 來去做那個測試 好 那就解釋得很清楚了 但是以我理解 是不是 就是我們只是在現在這個這樣的技術的水平 只是知道它有金屬疲倦 如果傷了上去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的 其實如果你知道有 就已經有事可以做了 換掉了 但是你換掉了 最簡單的就是飛機飛了上天的時候 它開始... 這些要等飛上天才做的了 譬如一架飛機 你很少看到飛機就落到地就立刻飛上去 很多時候就是每一架飛機 尤其是長途機 都會做一次例行的檢查 那個例行檢查 除了入油那些東西之外 每一個部件 動得的部件受不受你的機械的控制 那些電腦有沒有運作正常之外 如果一些比較可能是飛了 就是等於車 你飛了某一個的理數之後 就要做那堆大檢 那堆大檢 你如果要檢查到每顆螺絲 就是更加強的大檢 就要去檢查整個結構的大檢 就是做這些工程檢查的人 我想會很熟悉的 就是有一些的功能要次次檢查 譬如你那個形狀 那個改變受不受控 基本上每次起飛前都要 連機師自己都要用一次 但是有些是飛機用得比較久了 尤其是現在我覺得 我自己幾人憂天 就是經歷了瘟疫這兩年之後 很多的飛機 其實是擺了很久沒有移動過的 包括香港經常坐的那堆國泰 你會發現原來國泰很多飛機是在澳洲的沙漠那裡的 到它真的要拿出來用一些東西 那些機器你放得不久 其實要很小心 就是那一套這樣的檢測 你真的要做得很足很足 來確保那架機真的可以飛得回 機器人實知道的 機器要經常用著才好一些的 一不放得久 反而問題更大 但是很害怕的就是說侵蝕 侵蝕到此就是什麼呢? 令到那個金屬皮膚更加容易顯現 會有多餘的裂痕走出來 而那些東西往往是我們看不到的 所以就有這些東西知道就要去管 你都可以很簡單地說 其實是不是只是超升波 其實也不是的 有一個就很有趣的 叫做好像電磁爐的原理 叫做窩電流原理 為什麼我說跟電磁爐有關呢? 其實大家用電磁爐就知道的 就是你一定要放一件急速的東西上去就會很熱 你如果那個爐開的時候就放在手上去 它本身不熱的 它零零細細放一個金屬下去 它才能夠對那個電磁爐有反應就會發熱的 這個原理基本上就是你在外面加一個 加一個好像電磁爐那樣的部件 然後看一下上面那個發熱的反應是怎樣的 那你如果是那個裡面裂痕比較多 那個部份的電磁爐會比較高的 那於是乎那個因為電磁爐而生熱的反應會強一點的 所以就是說你一件很沒有裂痕的東西 同一件很有裂痕的東西出來 那個對外加的那個電磁爐的反應會有不同的時候呢 你可以測量到它哪裡是多些裂痕 哪裡少些裂痕 而且這個技術相對就是可能對於一些比較洞洞洞洞洞 就是不一定只是在一個露軌的形狀 因為如果超聲波很容易 你是很和那件東西 那件東西最好就是有一個比較漂亮的形狀 於是它哪個位應該有反射沒有反射呢 那個pattern就很明顯 但是如果那件東西是很不規則的形狀 你自動超聲波去檢查 那些反射會很亂的 但是如果是面對一些比較形狀是沒有那麼規則的那些 可能你要用另一套技術了 就不一定要用到超聲波技術來去看 那你就去看一下它會不會是 就是有對於那個外加電磁爭的反應 那其實就具體上 究竟是哪一種的技術對應哪一個情況呢 那我自己都要很清楚看一下 有些甚至乎是利用到 要用一些磁力 很有趣的 不外乎用聲波、電磁波和磁牆 來去做測試 有些就會再加一些外加一些液體 來去測試 那這個反而容易明白的 你外面淋一些液體 如果滲得進去 那你就知道裡面有多餘 就是有裂痕 即使你倒些水下去滲水的 是的 是的 但有時候那些液體在裡面 完全藏在裡面跟外界不通的 你就沒有辦法用這一種 所以每一種有它的限制在這裡 有時候甚至乎你會混合使用的 你可能加了一些液體上去 現在我看過一種 有人去提議一種新的技術 就是譬如在路軌、鋼欄那裡都適用的 就是在我製作的路軌裡面 製作一些鋼欄和路軌的時候 在外面或者在裡面 已經是加定一個螢光的套層 或者對外來的電磁信號 有特定反應的套層 就是預先已經將一些對外界有反應 對那個測量有反應的那些物質 已經放在你那條鋼欄或者路軌那裡 於是乎你用一些可能是純粹去 螢光、感光的一些儀器 就很容易知道它那裡看 甚至乎已經在螢光的那個圖案之下 已經看到它有沒有東西裂了 所以現在我會說那個工程技術上 對於預防那個金屬疲勞帶來的意外 我們是有在的 而且是一直在進步 我會說只要你是跟得足那套標準 其實那個意外率基本上要很低很低 甚至乎你如果再不放心的時候 你就好像有些鋼欄要掉下去 你就要是你over engineering 擺定多些 所以那種小心駛得萬年船 我又不會說就是做足了東西就一定沒有意外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說 為了防止未來更多意外發生 我們盡量去做足一點 這樣才是對於代表著我們的吸收經驗教訓 好了 我們這一節就結束了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好好的 好好的 Juli 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